在數碼化的年代 無論是大公司或中小企業 他們都有機會安裝大量的應用 很多客客的攻擊目標 就是當中負責核心業務的關鍵應用程式 因此,寧信任架構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變得越來越受到重視 雖然寧信任保安的概念很簡單直接 但為何落實執行時反而困難重重呢? 現在很多企業想避免一些 critical app 的時候 他們仍然在使用IP-Adjust 又或者是網絡計劃去做減少 而每當IP-Adjust不同了 又或者每個企業有新的應用 要開放的時候 每一次的修改都牽涉了很多人力資源和時間 另外,很多時候公司都著重於 detection和remediation去做防守 而這種策略是需要你的detection tool 可以很準確收到每一段traffic 而且每一次都不能出錯 因爲只要有一次 hacker 掩飾得好 避過了你的detection 之後 他就可以做不同的 later movement 潛伏在你的環境裏面 而到最後,他可以偷取你所有重要的資產 有沒有甚麼工具或解決方案 可以將寧信任架構的部署簡單化呢? 作為ZeroTrust Security Solution的Market Leader 我亦都幫助不同的企業去部署micro-segmentation 和Polastic的automation 而過程是一點都不複雜的 你只需要提供四個簡單的Label 那就可以產生一個application dependency map 可以在日常地看到 活動和活動之間的communication 大大提升了remediability 企業就可以根據一個map 很簡單地指定不同的application 應該怎樣communicate 任何其他沒有被允許 或者信任的connection 都會close by default 有沒有甚麼成功的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呢? 我們早前就幫國泰航空 做了個ZeroTrust Security的project 他們的hypermulti-cloud environment 是很complicated的 裡面有3000台伺服器 和600多個application 而Enomeo是提供了Vispy visibility Westernware containment 和ZeroTrust Sementation 去保護國泰的重要資產和應用程式 零信任架構絕對是 現今企業保安最優先關注的項目 歡迎聯絡Enomeo 分享怎樣部署相關的solution